内湖枪击案来到第四天 警方持续调查枪手下落 制作人遭嫌犯锁定开枪 家族过去三十亿的土地产权 也被翻出有过纠纷 根据警方调查发现 王兴被害人的家族 过去曾在台北市东湖 开发多起大型建案 如今疑似爆发 产权纠纷还一度告上法院 他们有认为说 股份的红利的比例分配不清 所以导致两兄弟有嫌隙 双方彼此的黑道大哥 都不介绍他们自己走司法成立 王兴制作人的岳父经营的建设公司 在推案预售完销后 双方却因为投资客转单 加上公司产权分配不均 因此对付公堂 是否真的和枪击案有关联 警方进行调查后 初步排除行凶动机 换句话说调查又回到原点 这夫妻就很单纯 他也是后面才搬过来几年 没有听说有什么事情 枪手潮亡性被害人连开15枪 造成对方左腿中枪 随后骑车逃逸 只是嫌犯逃亡动线经过精心设计 不只行机横跨双北 再加上路线移动没有规律 导致南湖大桥成了最后断点 前方不排除涉案人 恐怕已经潜逃出境 枪手是受人指使 还是有其他原因 检警持续调阅监视器 要把枪手揪出来 查个水落石出 金选许家略王中军长报道 立刻上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